欢迎收看小熊老师片子教数学 那今天要带大家熟悉这个陈法公式 那因为国中的课程有变得比以前简单 所以说关于陈法公式的使用和熟练的方法 那也比以前少 所以就把这个部分挪到了高中高一这边 所以说实在话我们高一这边的课程 在每一次课纲的修改过程中都有越变越多的情形 简单来说就是本来国中就会教一部分 现在国中少教了 高中这边就要教 那我们看这个陈法公式的时候要了解到 我们这个三个陈法公式里面总共有五个元素 那我常常把这件事情跟那个等加速度运动搭配一起讲 大家如果国中的时候有学等加速度运动 有这个V等于V0加AT 有这个S等于V0加V 除以2乘以T 有S等于V0加2分之1AT平方 我们先写到这里 还有一条等下再写 那我们从这里要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V等于V0加AT这个式子为例 它是用来算末数的吗 不是 那你讲说它明明就是用来算V的啊 但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条式子里面有四个元素 V0 A跟T 它不见得用这个公式就是用来算V的 我也可以给你末数初速时间 要求加速度 我也可以给你初速 这个加速度末数要求时间 所以说我们在看待这个公式的时候 包括我们像看待惩法公式的时候也是一样 一个重点就是说 要了解到并不是题目问什么 我就去背出那个他开头的公式 所以题目最后问说 请问末数是多少 末数V等于V0加AT 没办法算耶这样 因为他可能不是用这条 他可能是因为这条里面有这个V 他是用这条公式算的 好那这就是一个 我们去认识他的一个关键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 所以我们在记忆这些公式的时候 包括惩法公式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 不要只有记等号右边的东西 如果今天我每一次都是问你 请问A加B平方是多少 这样 那你每一次都可以想说 就是A平方加2AB加B平方 加起来就答案 因为加起来就是答案的话 你就不用管左边是什么 可是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不是这样子的 我是给你A加B 看A平方加B平方 你要求的是AB的时候呢 那如果你平常背公式 都只有习惯背A平方加2AB加B平方的话 你知道A平方加B平方是多少 可是因为你的算式上面没有东西 没有其他的部分呢 你就会不知道要写什么 那如果你原本就有把A加B平方 背在这整条式子上面的话 那你就会知道说 这里是多少 这里是多少 就可以求AB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在这里要提醒的 好 接着我们再回来稍微看一下 这个等加速度运动的公式 等加速度运动的公式呢 你会发现它总共也有五种元素 五种元素哪五种呢 初速 末速 时间 加速度 位移 我们第一条公式里 有末速 初速 加速度 和时间 没有提到位移 第二条公式里呢 有位移初速 末速 时间 没有提到加速度 第三条公式里 有位移初速 加速度 没有提到末速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些等加速度运动的公式 它都很特别的 就是给三个求一个 然后没有提到某一个 这也就是我们在高中的这个阶段 我们看如果你之后念物理 学到一些等加速度运动的计算体 那在国中我们遇到应用问题的时候 都会教你们图解法 就是花那个VT图 然后去讨论 从这个VT图上面 去讨论一下 就是 这个位移 速度变化量是多少 斜率是多少 这样面积是多少 面积的话是位移 这样子去算 那 你在高中的时候 你有机会在这个 讲义 解答的地方看到 它没有画VT图 它就是一条公式 然后数字带进来带进来带进来 咔 答案就算完了 那学生学到这里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个困惑 就是说我怎么知道要用那条公式 反过来说应该说他怎么知道要用那条公式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题目一出来我们能够知道要用哪一条公式 其实有一个技巧 就是因为每一个公式在这五个元素里都有给三 应该说都呈现了四个嘛 然后漏题掉一个嘛 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应用问题的时候 你把它题目提示标一标 根据提示末数是多少 出数字多少 位移是多少 求时间 完全没有提到加速度 用这一条 可以吗 所以这是一个用公式解它的方式 那当然我个人也喜欢 也支持用图解法 可是我们也要了解到说人家用公式解的时候是怎么解的 那 这个 最后讲说等加速度运动还有一条公式 就是要解决那种没有时间的情形 比如说我现在高速公路上 这个某一台车子车子重量几公吨给你了 车子加速度的力给你了 那你可以用F的MA求出这个加速度 就刹车的力 你可以用F的MA求出刹车的加速度 然后告诉你说现在车子行驶的速度是100 我的安全刹车距离是多少 也就出数100 刹到停是0 那这样子我要走多长的位移 就都没有提到时间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制造一条没有时间的公式 这三条里都有时间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第一条 透过一项得到V-V0等于AT 也就是说T会等于A分之V-V0 再带入第二条你就会得到S等于2分之V加V0 乘A分之V-V0 那这是X加Y乘以-Y嘛 是X平方-Y平方 所以是2A分之V平方-V0平方 OK 那再把2A移过去你就会得到V平方-V0平方等于2AS 所以V平方等于V0平方加2AS 那这样就导出了第四条等加速度运动的公式 前三条可以从VT图上观察 第四条就要用导的 那就先介绍到这里毕竟我们是数学课 OK回来看我们这个圆组的三条成法公式 圆老级的成法公式 它有五个元素在里面有A加B 有A-B 有A平方-B平方 A平方加B平方和AB 也就是平方和平方X 和平方X平方嘛 就是和跟X 还有相乘G 这五个公式呢 因为它实际上只有两个位置数而已 所以它其实你知道任意的两个 都可以去解出其他的其他的元素 那不见得一定要就是真的把A跟B解出来 我们可以透过成法公式你会发现 如果你有A平方加B平方和AB 你就可以求A加B平方 那你有A加B平方就可以求到A加B 那你也可以去求A-B平方 就可以取到A-B 所以第一件事情要提醒的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说 看到我如果题目有给A加B 那我就可以去算出A加B平方 然后呢反过来说如果我想要知道A加B 那我可以先算A加B平方 再来求开根号求A加B 反过来也是 如果我题目有给A-B 我就知道A-B平方 如果我想要求A-B 我就先去求A-B平方 那刚刚讲到这两个可以算它 也可以算它 事实上它们两个乘起来又都可以算 A平方-B平方 那我可以反过来哦 如果我把A加B的平方去加A-B的平方 这样子加起来呢 中间就会消掉 你就会得到两倍的A平方加B平方 所以这个两个平方之后相加 就是这个两倍 如果我相减呢 反而会把A平方跟B平方杀掉 留下4A-B 所以我也可以在知道这两个的情况下 求出这个 这个和这个 所以这五个东西是可以互相求来求去的 以及最重要的一个关系 最重要 是这个 A-B的平方 A平方加B平方 和A加B的平方 有一个食物链的关系 我们讲食物链的 就是说 A平方加B平方 如果你把它加2AB 就会是A加B平方 -2AB 就会是A-B平方 反过来说 A加B平方-2AB 是A平方加B平方 再-2AB是A-B平方 或者说这个加2AB变它 再加2AB变它 在国二上刚学成法公式的时候 很多学生还会把 A加B的平方 就想说那就是A平方加B平方 但是已经学到高中了 就要知道 不是啦中间还有什么 还有2AB 那这个2AB就扮演了串联他们三个的角色 他就是比他多2AB 他又比他多2AB 换句话说 其实他们两个差了4AB 你看这件事情我们在前面证明 尤里斯判别的时候也用到过 说A-B平方是A加B平方 去-4AB 这件事情 我们后面在 算几步等次的时候也会用到过一次 那这会是我们很多题目切入的关键 于是我们来看一题 题目A-B是1 然后A平方加B平方是25 求A平方-B平方 那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按赞提示的写一下 那我们要开始解它了 我们刚刚提到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到看到A-B要怎么样 还有印象吗 看到A-B要怎么样 要想到我就有A-B平方 那想说那有怎么样 这里有一个提示 不确定下一步把有关的公司背出来观察 那这里不是说要你把三条公司都背出来放在旁边看 那而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既然提到A-B了 所以怎么样把A-B平方 背出来等于A平方-2AB加B平方 对不对 那因为A-B是-1 所以A-B平方是1会等于 这个你有发现这里已经有25 对不对 减2AB 哦 对不对 这样就导出来了 2AB其实是 那这个是24 可以吗 那 然后勒 然后勒 如果后面不知道要做什么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提示 就介绍说 所谓的顺向思考啊 是我已经知道了什么什么 我可以推论出什么呢 我已经知道了A-B 我可以推论出A-B平方 然后因为我还知道A平方加B平方嘛 所以我就可以接着推论出2AB 哦 当你顺向思考 走到你走不下去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样 试着做做看 逆向思考 我题目问的是什么 如果我要知道这个 那我要先去求什么 题目问的是A平方-B平方嘛 怎么样 不确定下一步把有关的公式背出来 所以我在这里写 A平方-B平方会等于A加B乘A-B 那A加B知不知道不知道 可是A-B知不知道 诶知道啊 负1嘛 所以剩下什么 我要求A加B 所以我要求A加B就怎么样 还记不记得 所以这个老师刚讲的话 非常的重要 但是 我们也理解啊 学生不是说 真的能够记住所有你认为很重要的话 学生没有办法感觉到这句话有多重要 他就不会把它记起来 我要知道A加B就怎么样 就要先求A加B平方 所以 这里 A加B平方 怎么样 不确定下一步把有关公式背出来 A平方加2AB 加B平方 对不对 A加B是怎么样 A加B平方是我不知道的嘛 可是这两个我都知道啦 这个是25啊 这个是什么 24嘛 等于 19 有 于是怎么样 A加B等于 我这个问题一定会留给学生答的 我这个题目真的我在国生 就是国二上的第一章 交成法公司的时候都会带学生 我就会带你们讨论到这里啦 那虽然我知道不见得现在国中还有考那么难了 但是反正我们的这个高中课纲也是秉承着一种螺旋性的课程安排 也就是说我一个知识我不是说一整张交完你后面就不提了 然后在这张全部交完 我每一阶段交一点点 一年级交一点点 像我们的指对数就是这样 一年级交一点点 二年级又交一点点这样 那让你每一次都会复习到一下前面的 所以我在国中的时候稍微交难一点 那你用不到用不到就用不到啊 无所谓 但是怎么样 你大概有个概念 而且也可以透过这样子让你们去熟练 就算这个题目不会考 至少你熟练了惩罚公司 那到了高中 就要回了 这就会考了 那这个国中的时候 约才刚学漏掉正负号是可以被原谅的 但是到基本上到国二上结束之后 就不能再漏正负号了 所以这里如果还会漏正负号的话 要注意一下 那正负7带进来 所以最后的答案 会等于正负7乘以负1 等于正负7 那我对在这里呢 就是补充一点 就是 答案真的有两组 符合我们这个题目的A跟B 如果A是3 B是4 减起来是负1 平方合是2数 那这样子 A加B是7 乘负1是负7 那如果A是负4 B是负3 负4加3 负4减负3 是负1 然后合起来是2数 那这样子的话 它加起来的话 负4负3 是负7 再乘负1 是变正负 所以答案真的是有两组 那OK 负3 Soo 问你 6